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波三折之后 这事到底咋办 因为合同就有相对性 那你们这个定金合同约束的 就是咱们办案的上述人和被上述人 卖房违约之后 公民语法正在讲述 小李今年27岁 是一家建筑设计单位的职工 去年 小李和家里人商量 打算买一套现房 于是就在网上看起了房源 很快他就看上了一套房子 价格的话当时他们说是80万 他们那边就问说能不能再低一点 再低1万块钱 因为看起来都认识 然后就说那就便宜点 然后就最后说是给便宜1万块钱 就79万 王女士这边十分爽快 小李那边也诚心要买 看房还不到半个小时 双方就谈妥了价格 当时谈的说是签合同的时候 他给我们付40万 然后等到这个 因为我们这个房子是没有 还没有办下房产证来 是说改名的时候 然后他把所有的围款全部付清 对于王女士这边提出的要求 小李一家也可以接受 紧接着小李为了表示诚意 还提前付了定金 当时也没有纸笔 然后就问是不是要可以付一下定金 他说那你就付一下吧 然后当时我就是支付宝里 正好有7万块钱 然后就先做把2万转给他 然后也备注了一下定金 把我的支付宝二维码给他了 然后他就扫了一下 给我付了一个2万块钱 前后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 双方就达成了买卖意向 而且小李也交付了购房定金 王女士这边要求 40万元的首付款 需要在一周之内付清 房产买卖合同 也会在一周之内签订 接下来的时间里 王女士这边起草房产买卖合同 而小李那边去筹集款项 很快 王女士就给小李手机上发来了 起草好的房产买卖合同 但是小李仔细看完这个合同就发现 这个合同好像不太对劲 定金他就说是 他们反悔了以后 不用只要退还我们2万就可以 然后我们反悔的话 那2万就不退我们了 记者看到 王女士这边起草的房产买卖契约 第九项违约责任中写道 以方中途违约 以方不得向甲方所还定金 甲方中途违约 甲方应在毁约之日起 30日内退还定金给以方 这其中 这其中所提的定金 正是小李使用支付软件 付给王女士的2万元 看到这样的契约 小李不认可 他主要就是对这一票 他觉得不满意 然后我们双方就又经过这个协商 前前后后 这个合同 改了三次 最终房产买卖协议拟定好了 违约责任也改为 甲方中途违约 甲方应在毁约之日起 30日内 双倍退还定金给以方 除此之外的其他各项 双方均一致认可 就暂定2019年5月12日 签订房产买卖合同 然而就在小李满心欢喜 等待第二天签订合同的时候 房主王女士却说 房子不卖了 然后他把你打电话告诉我 他们不想卖了 商量了一周的事 就这么被放了鸽子 这鸽谁也是一肚子的活 小李说了 就在打算买王女士的房子之前 他曾经在另一处地产商那 认购过房子 后来又看中了王女士的房子 他就着着急急的 把那个认购的房子给退了 而且还不惜损失利息 从银行账户里取出了50万左右的定期存款 就在打算交付王女士的时候 却被告知这买卖黄了 王女士也是一直在表达歉意 也退还了小李交付的2万元的定金 但小李依然是难以释怀 他们觉得不能只退这两万块钱 应该是按照法律条款 应该双倍返华案 但是其实对我们来说 他们就想交一个诚意金 就是想表示 他们愿意买我们这个房子 那可是因为我们这儿有了自己的 自己内部出现一些意见不一致不统一 不能够买这套房子的时候 那我把钱退给你 咱们这下就了了 王女士觉得 她和小李的房产买卖合同 还没有正式签订 只是一个口头形式的约定 所以小李拿着房产买卖合同里的 违约责任说事不合理 双方的交谈不欢而散 2019年10月 小李来到进城市城区人民法院 起诉了房主王女士 怎么那忽然就反悔了呢 感觉这样的话不讲诚信吗 小李的诉求是 王女士双倍返还购房定金 以及违约造成的损失5000元 进城市城区人民法院认为 原被告双方从未签订过 任何书面刑事的协议或者收据 支付宝转账的方式 不能认定为是书面形式 而且双方的协议仍未签订 仍未生效 预定金与定金概念不同 所以原告主张 购房定金双倍返还证据不足 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 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违约造成的损失 未举证证明法院不予认定 最终法院判决 驳回原告小李的诉讼请求 肯定是觉得法院的判决不太合理 然后我们就准备就去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二审 小李觉得自己给王女士从支付软件转账的时候 特意备注过 这个钱是购房定金 而且王女士起草房产买卖合同的时候 也认为这笔钱就是属于购房定金的 所以他依然觉得 自己的双倍返还定金的诉求 是有法律依据的 一审法院这样的判决结果 他不理解 随后小李来到了 进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上诉 那么二审法院 对这起案件又会做出怎样的判决 电子支付凭证 又能否成为证据 二审认为书面形势包含着 以电子数据的方式 载明的这么一种 也是一种书面形势 甲方乙方争执不休 交的这钱到底算啥 我们认为他这个两万块钱 就是表示他的诚意 并不是说 就是宝盖头那个定立合同 这个就是说 就把这个事给定下来 确定下来 卖房违约之后 公民与法正在讲述 2020年1月份 进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受理了这起案件 小李的诉求是 撤销一审判决 发挥重审或依法改判 承办法官娇英勤 仔细了解了 一审停审时的整个过程 对于这起案件 他有了一个新的角度 因为合同具有相对性 那你们这个定金合同约束的 就是咱们办案的上述人和被上述人 那我们约定好 这个给付定金以后 我就是为了确保之后 咱们两方的买卖合同签订 买卖合同签订不成 那就视为你违约 我们重点就审查这里 二审法官对于小李上诉的事实与理由 需要更加仔细研判 并且对于一审时认定的事实 法律的适用 也要进行全面的审查 在小李与王女士的 房屋买卖纠纷一案中 王女士依旧不认可 小李支付的两万元 应该双倍返还 支付包转账的时候 他也备注说是 有四个字叫购房定金 其实我当时根本就没有看到 这个字 说实话 如果我看到这个字 我可能收款什么的 我可能就会更慎重一点 随后 小李给我们演示了一遍 转账当天的情况 首先 房主王女士 出示了自己支付软件的 收款二维码 小李扫码之后 填写了转账数额两万元 并且添加了备注信息 购房定金 对于这笔收款 在支付软件的账单中 也可以进行查询 并且可以看到 购房定金字样 按照法律的规定来说 定金应当以书面的形式签订 二审认为书面形式 包含着以电子数据等方式 载明的这么一种 也是一种书面形式 而不能将书面形式 局限于我们这种纸面的 这种形式 也就是我给这两万块钱 就是为了确保之后的 书面的房屋买卖合同的签订 我给的这么一个立约定金 承办法官认为 这两万元小李已经交付 所以小李与王女士双方的 定金合同 其实已经在房屋买卖合同之前 就已经成立并生效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试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115条 当事人约定 以交付定金 作为定立主合同担保的 给付定金的乙方 拒绝定立主合同的 无权要求返还定金 收受定金的乙方 拒绝定立合同的 应当双倍返还定金 在我们签订合同的时候 经常会出现定金和定金 这两个不同的定字 虽说这两个字的读音相同 但是一字之差 其意思就差值千里了 定金具有双向担保作用 有惩罚性 而言字旁这个定金 不具有担保的作用 这个是可以退还的 现在不管是言字旁的定 还是确定的定 仅通过这个录音 我们也是没有办法 给你辨别出一定是什么 然后我们从他们几版 这个房屋买卖合同当中 他们有一个条款 就写的是定金 确定的定的这么一个定金 并且约定的就是说 这个定金是寄入到 咱们这个房宽总价当中的 那我们结合之前的 这个电子凭证 认为说购房定金是难以 通过被上诉人的这些录音资料 进行推翻的 最终法院判决 被上诉人王女士 双倍返还上诉人小李定金 共4万元 以退还2万元 由于小李的违约赔偿诉求 未能提供证据证明 所以法院不予支持 被上诉人收到判决书以后 他对这个判决还是不能太理解 然后他又向我们进行了申诉 就是一个再审的申请 被上诉人王女士 现在已经将剩余的2万元 交付到了法院的执行账户 不过他又提出了 民事再审请求 目前请求正在审核当中 其实在买房过程当中 可能大家也遇到过类似的事情 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 口头承诺一定要保留证据 一旦发生纠纷 这个就是你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依据 其次还有两个法律的小知识 再次总结给大家 电子凭证也是书面形式 而定金和定金大有不少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 买房引发的纠纷 这个案例当中的当事人 和小李的情况还不太一样 他买的是开发商开发的七房 进城市的温先生 今年34岁 他梦寐以求的 就是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2013年 温先生在进城市 桂明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认购了一套房屋 并支付了首付房款30万元 没想到就在同年年底 这家房地产公司就不干了 把项目转移到了 山西德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比较焦躁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14年12月 又和德元房地产开发公司 签了房屋的项目认购书 随后 新的开发商与旧客户 一一签订了商品房认购合同 可看到建房工地效率缓慢 迟迟没有什么新进展 温先生又着急了 等到了2015年的时候 我发现这个样子不太可行 于是找到他们想要退款 每次都是口头和他们进行交流 让他们退款 但是他们每次都拒绝了 2015年2016年 温先生先后三次 向德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索要首付款项 还提交过书面申请 但是却被告知无法退还 温先生只好耐心继续等待 等到了三年以后 大概在19年7月份的时候 我的银行卡里面 突然多了很多的钱 当时也非常奇怪 怎么会突然多这么多的钱 经过核实之后 我才发现原来是 德元绿洲开发商 他把当时那部分款项 退给我了 可能大家会觉得 温先生终于是如愿以偿 得到了自己的退款款 这应该是个高兴的事才对 但事实却恰恰相反 温先生十分生气 为什么呢 还是因为房价的波动 温先生是在2013年购房的 2019年被退款退房了 这六年时间里房价涨了 但温先生的这30多万元首付款 还是30多万 这个损失怎么办呢 现在拿着这笔钱 再去买房交首付 那肯定没有当初核算 怎么办呢 温先生去法院起诉了 买房交了首付款 六年之后 钱却被退了回来 我对这个判决并不服 所以我就向金城市中院 提起了上诉的请求 双方签订的认购合同 六年之后还算不算数 那你二审才拿出来这个证据 所以这个案件可能会拖延 对双方当事人也都是一个素类 然后对司法资源也是一种浪费 逾期举证 如果你没有任何正当理由的话 是要被训诫或者罚款的 卖房违约之后 公民与法正在讲述 温先生来到金城市城区人民法院 起诉山西德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诉求就是 让被告公司继续履行合同 向他交付当初认购的房屋 2019年10月 金城市城区人民法院受理了此案 经审理 法院认为 温某与房地产公司签订的 商品房认购合同 属于有效合同 温先生支付购房款后 又提交了书面退款申请 后房地产公司将款项退还 应当视为双方索签合同解除 双方的权力义务已经终止 判决 博会原告温先生的诉讼请求 随后 温先生来到 金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019年12月份 金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受理了此案 面对一审这样的判决 审判法官十分慎重 单看一审判决的时候 我觉得应该是很清楚的 这是一个合同解除 一方已经书面提起了 这个解除合同的申请 另一方也实际退了款了 但是仔细一看 发现一个申请解除 和一个实际退款 这两个行为之间 相差了有三年多 大概是三年多的时间 所以我们就感觉这个好像不是一个普通的说 达成合议的合同解除 意识到案件的复杂 承办法官李然再次对事实部分进行了核实 温先生的过方经过 还得从2013年说起 他是从之前的一家开发企业团购的这个房子 然后团购没多久 这家企业它就是老板就突然病故了 这个项目就等于说就弄不成了 就放到那儿了 放到那儿了一搁置 然后他的儿子也找到我们 包括他们当时组织团的那些组织者找到我们 就是说我们也就是和村委也谈 就是要接手这个项目 德元房地产公司承接楼盘后 准备售卖商品房 并且宇温先生这部分旧客户 重新签订了新的认购合同 由于交接手续办理缓慢 所以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迟迟没有办理下来 到了这个1415年这段时间 正好进城的市场也不好 房地产市场也不好 房价一直在降 所以说业主的心态也起了一些变化 他们就提出了 意思好像就是房价也降了 你是不是修不起来了或者怎么样的 那我还要回签房吧 该地产项目 首先修建的就是回签房 温先生看到回签房进度快 就在2015年提出 要将自己认购的商品房 置换成回签房 我们就联系了村委和村民这边 给他们签线搭桥 就是给他签了些手续或者什么 这些都办妥了 也跟他们买回签的这些村民 也就完成了交接 也补了尾款了这些东西 但是温先生没有来 买回签房的话 就相当于是又要多加一个车位 那这样的话 我就又得再往进去补钱 我就不敢付这个钱了 地产公司说 2015年8月 公司根据温先生的要求 从中协调 让温先生与案外人苗师傅 成功地签订了房屋买卖协议 置换之前温先生所认购的这套商品房 2015年11月17日 温先生也给地产公司提交了退房申请 地产公司本以为 温先生你不已经达到自己的目的了吗 可没想到 温先生和苗师傅之间的这个协议 并没有履行成功 这个事情也就被搁置下来了 2019年4月 地产公司取得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温先生本以为 对方会和自己签订房屋买卖合同 但是地产公司却根据2015年 温先生提供的退房申请 把这个款项给温先生退回去了 对于地产公司这样的说法 上诉人温先生在二审开庭时 又提供了两段 在一审的时候没有提供的证据 在11月份又重新说 那我还是要退款吧 我就不要亏先房了 然后这两位工作人员 法庭代表人也是回答得很明确 就是说那这个房子要退是不可能的 不能退房 温先生向二审法院提交的录音 用以证明他曾经在提出书面退房申请后 又提出过两次退房退款 但都被开发商拒绝 这也就意味着双方的合同没有解除 那么既然合同没有解除 2019年的时候 开发商又为什么要单方退款呢 合同究竟解除没有解除 开发商直接去退款这个行为 实现了合同解除的目的了没有 现在你来退款 我可以理解为是你以行动 来向买房人发起了一个协商解除的意思 那我也可以拒绝 就像开发商当初拒绝买房人是一样的道理 上诉人温先生在提交书面退房申请后 又提出两次退房退款 被地产公司明确予以拒绝 也就是说 双方并未就解除合同协商一致 所以合同仍然有效 地产公司单方面退款 违背商品房认购约定 不能产生解除合同的效力 最终法院判决 山西德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继续履行与温先生签订的 商品房认购合同 由山西德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一约通知温先生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 就是按照这个法院判决的 继续的跟他这个 那个履行他那个认购协议 然后通知他来签商买卖合同 我们已经通知他了 按照这个履行 目前被上诉公司 正在依照生效判决履行义务 其实这起案件两次审判 结果不一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那就是上诉人在一审时 没有完全提交手里的证据 而这一证据 也是二审采信后 做出判决的重要依据 可能这个案件不需要上到二审 一审就已经全面地审查这个事实了 那你二审才拿出来这个证据 所以这个案件可能会拖延 对双方当事人也都是一个素类 然后对司法资源也是一种浪费 逾期举证 如果你没有任何正当理由的话 是要被训诫和罚款的 法官是中立的裁判者 他们对任何一个案件 依法做出判决的时候 首先肯定是要保护 应当依法保护的权益 规范双方的行为 任何一个案件 都有胜诉或败诉一方 败诉一方 不能单单看到利益受损 而是应该反思 自己的行为 为什么不被法律允许 以此来规范之后的行为 我们要用法治思维 判断事情的是非曲直 这比只看判决结果 更有价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